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潮嘉一起走在刚铺好的重庆街41巷里面 感受路面的平坦和舒适 特别是相较于还没有重铺前路面老旧破碎凹凸不平的情况 其实路要平勾要通灯要亮行的安全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 特别是在基隆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因此像是七滴区重庆街41巷已经多年没有跑步过 又是通往热门运动散步地点基隆和提案步道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潮嘉合力争取经费下 市政府民政处重新铺设这段巷道 也让长者老人家走起来更舒适安全 在永平永安里这里几乎都是老旧民宅 那几乎巷弄非常多 那永平永安这里要到这个我们七组的这个基隆和沿岸步道运动 都一定势必会经过这一条巷弄 所以这边的因为老人很多嘛 那长者非常的多 那秀玉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关心 这是我们长者的一个安全 那我也都会比较重视在小处的部分 我觉得市政府在做事也要有小处看大处 就是一般的可能不会注意 市政府可能没有再注意到巷弄这个问题 但是我本身非常重视这个巷弄 尤其是巷弄是我们老百姓我们相信每天 早上起床必须要行走的一个路线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巷弄的这个道路的一个维护 包括它的这个整品是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我们梁副异长 秀玉姐来帮忙我们重新来跑步这个巷弄 感觉这样是看起来又整体又美观 让我们里面的这些老年人啊 走起路来会比较好 不会再坑坑洞洞会再摔倒 我们非常感谢他 谢谢 不仅路面重铺路边的小水沟同样重新铺设 整理过方便排水顺畅 副议长杨秀玉和里长黄潮嘉受访时 一位谦虚不会讲话 却又非常感谢他们重新铺设 这段巷弄路面的阿姨 特地站在他们的身边 用具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